小超 32岁 来自辽宁 是烟酒店的老板 来 邀请小超 要忏悔什么 我现在有 有两个女朋友 一个是老家的 订了婚的 但是没有领证 一个是我来了北京之后 认识的 我现在和他在北京 盘了一个烟酒店 我想在北京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家里面 父母不同意 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现在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挺坦诚 至少她坦诚 今天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对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她在北京的女朋友 圆圆 来 有请圆圆 圆圆 27岁 是江苏人 来 有请圆圆 欢迎啊 她是烟酒店的老板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她一开始不是烟酒店的老板 她来我们公司上班 我是保险公司的 她为人比较 呃 腼腆 比较诚恳 比较踏实那种 但是她开不了口 虽然我很希望她继续 在我们公司跟我一起 做我们的团队嘛 但是她没有做下去 我一直觉得她这个人 是挺靠谱的艺人 没有那种其他男生的油腔滑掉 后来她说想做点小生意 嗯 然后我就帮她一起 盘了一家烟酒店 啊 开起来了 这个帮是说 帮她去找还是也有投资 第一是帮她找 第二我也有投资 她当时拿了五万 我一共拿了八万 哦 你是八万 对 你大股东 你五万 你二股东 是吧 我从家里带过来的 原来订婚的钱 然后彩礼是那个 以前那个 你们老家是女方 给男方送彩礼吗 不是 我送给女方的彩礼 然后她也还给我了 我们那在家里的时候 这边比较着急嘛 因为年龄也不小了 所以说都急着忙着 催着结婚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可以说家里的人 都比较相忠她 就催着订婚了 订婚之后呢 我以前想 因为以后要生活 因为盖房子 结婚呢 需要用很多钱 我就 我就商量和她说 我到那个外面闯一闯 我就来到北京 那个彩礼钱 是你们家给人家的钱 她又给你了 是吧 对 等于给了五万块钱的彩礼钱 你带着来闯北京了 三万 她自己攒了两万块钱 也给我 哦 就一个女孩 把她自己攒了两万块钱 和你们家给人家的聘礼钱 都给了你 对 你什么时候知道 她在家的乡还订过婚 最近才知道 当初是我跟她表白的 但她从来没有说这件事情 如果你当初早点说 我们不会有今天 但是这件事情 既然已经发生了 如果你告诉我 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你告诉我 你选谁 或者是想怎么样 让我跟你一起面对都可以 她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特恶心 像吃了个大苍蝇一样 特恶心 小超啊 刚才听你那个话里话外的意思 有点父母之命的意思 是吧 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吗 家乡订婚的那种 我觉得我现在我喜欢圆圆 我觉得我和她 你告诉我 你跟那个女孩谈过恋爱没 我们以前的都不叫谈恋爱 她经常和她哥哥在一起 我和她哥哥是好朋友 也和我们也经常见面 她给她哥洗衣服的时候 也给我洗 然后我觉得也挺贤惠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当时 没跟她谈过恋爱是吗 对 你们俩订婚几年了 两年吧 你带着这些钱来了 她怎么生活呢 她在家里面 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到我家里头去 照顾我父母啊 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生活 叫小燕对吧 对 接下来我们请出小燕 来有请 小燕26岁来自辽宁 无业 来有请 有请小燕 订婚两年了 当时给了她五万块钱是吧 当时就是在老家农村那边 也没有太多的钱嘛 所以就是 差不多她把她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我了 然后你又给了她 对 因为我就想让她在外面 挣到钱之后 回来再好好照顾我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她在外面又开始了一段爱情 她当初就是说 来北京的时候 我就是打算跟她一起过来的 但是就是她父母 还有她奶奶 就是身体不好 我就决定在家先照顾她 当初她跟我承诺 如果要是她在北京混好了 她又会跟我接过来一起生活 在那期间我就想来 承认 我是对不起小燕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都 只是有一点 但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 来到北京之后 原来帮了我那么多 那她没帮你 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能帮你是吗 今天是因为我可以利用什么 不是 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说 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因为我刚到保险公司 你帮我这帮我那的 我不会打电话 但是我帮你完全是因为 我觉得你人好 对你有好感 我没有要求回报 那我就没对你付诸吗 你在外面拼事业 我在家给你照顾父母 照顾奶奶 奶奶有病住院 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我就怕耽误你的工作 那我呢 你知道我是怎么把那八万块钱凑齐的吗 我跟我爸借了六万 那是我爸养老的钱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说 我在北京处了一对象 我们俩要一起创业 他才把钱给我的 我跑断腿磨破了嘴 我打了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们才把那个店开起来的 我 你现在是 我帮你们点事 突然冒出一个 不是原 我真的 我就是爱 我不相信你说 因为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对别人的 别的女人做过什么事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 那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在你们那儿的习俗里面 订婚是不是就意味着 基本上就算订下来 老一辈的观点就是说 摆了九席 双方父母都同意的话 就算结婚了 就算结婚了 那你们摆了九席了 摆了 那就说不仅仅是订婚 也就是说在乡亲们的概念当中 你们俩算结婚了 我们俩已经是 夫妻有夫妻 就那差不多 就没领证 就是其他的你们都履行了 除了没有领结婚证之外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有个他的呀 就刚去北京那段时间 就几乎天天给家打电话 不打电话也会发一些短信 问我过得好不好 父母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联系少了 那你现在知道了这个事 你打算怎么做 现在的想法 我就想让他跟我回家 因为他不跟我回家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脸回去了 因为我现在名义上 就是他的妻子 我回去的话 如果我自己回去 我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生活 谁还敢娶我 你觉得最好的结局是 他能回头跟你回家是吧 是 那那些钱呀 垫什么你还要吗 我不要了 从那开始 只要他跟你回去 都是我跟他一起打拼奋斗的 我跟他说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不要了 不是说你要不要 圆圆你什么意思 圆圆你是怎么想的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跟他要他一个明确的表态 他从来都没有 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寒心 那你是在打算怎么做 我还是我的观点 这个店所有的人脉关系 包括经营都在我这里 那意思就是 你不可能从我这里拿到什么东西 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 这些我都不在乎 听明白怎么办 你不能这么拖着吧 两头号 我的想法就是跟原人之后 你去 你说这是一个多让人恶心的事啊 骗人的男人可恶 出轨的男人可恨 骗人出轨之后 还突然告诉大家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真是不要脸的人渣 在你心目当中 没有爱情只有利益 你现在纠结什么呀 纠结到底是选小燕 利益最大 还是选圆圆利益最大 你这边既想得到 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发展 又担心后面的家庭会对你责备 还纠结什么呀 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你就是选择那个 能带给你来利益最大化的 那个所谓的爱人 这就是你的爱情 所以第一 我想跟小燕说几句话 败给利益的爱情 不值得悼念 它就像你身上长了一个恶疮 你会一直疼 但是如果你狠下心来 能够把它挖去 虽然暂时地痛彻心扉 但是之后你一定不会再疼 放弃这个不要脸的人 但是放弃之前一定要夺回自己的付出 你借给他多少钱 该多少拿回多少 你跟他的父母一定要说清楚 你为什么选择了离开 让他去面对良心以及亲人的谴责吧 这是你现在应该去做的 圆圆 我跟你说一句话 不要以为他选择你就是 你赢得了这场爱情的战役 你没有 仅仅是因为你代表在两个女人当中 你是最大的利益化的那个人 能带给他利益化更大的女人出现 你就是下一个小燕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这件事没有被戳穿 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 说实话 我自从认识的原因和原因在一起之后 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 你肯定想过这事 这事迟早要戳穿 我觉得时间长了 可能小燕就会淡了 就不和我联系了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对 为什么不能够先来后到 为什么不能跟前一段结束了 再开始另一段 你最可恶的可恶在这一段 为什么你不能跟小燕 坦坦白白的说清楚 再开始一个北京的恋情 这是你最可恶的 我刚才问你 我说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 你说小燕 所以这样的男人你更应该看清